今天現場觀眾是一群電影愛好者 首先問大家的問題 在場的觀眾 有哪位是覺得自己會結婚的嗎 舉個手看看 這麼靜悶 還要舉得這麼小力 他們兩個會結婚 有結婚嗎 有結婚的 剩下的全部都不結婚 鼓勵生育,我們先問他們結婚的 為何會結婚這麼大事 你看看現在的文情 因為愛我老婆 全都倒了 待會我們這部電影上來的導演和演員 他這部電影的題材整理了三年 今集是第二集,都是圍繞至結婚 來到的時候 大家多給掌聲鼓勵,好嗎 先練習吧 現在的節目主持人,谷德昭 有請今晚的嘉賓 電影《不日成婚宜》的演員 惠斯瓦,陳家洛、岑家忌 還有導演陳茂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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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看到你們了 除了在麻雀桌上看到你們 終於看到了 跟他比較古怪 因為跟他太熟了 是 我想要跟觀眾解釋我們的淵源吧 我演編劇的時候 已經跟導演一起合作 演員是… 我真的要說 導演也是半個…不是恩師 半個恩人 我當時在內地演電視劇 拍攝劇組 有一次導演跟我說 不如回來香港演吧 香港電影演 回來後我們一起工作 一起演了很多部不同的電影 《男品月衣服》 《百星酒店》 《六福喜事》 《橫陽局》 然後那10年 我們也有機會每天見 後來直到他第一部要演導演 對… 以前我們也發生了很多趣事 我們真的很喜歡… 導演也說是編劇 你去跟演員說劇本吧 你跟演員說完劇本 有時會遇到很多特別的狀況 例如我們也遇過… 名字我不說了 遇過一些… 說了 說不說吧… 譬如… 我想你先說 奪了他幫你 總之你遇到有些演員 跟他對好對白 然後他回答你 謝謝你 我不會跟著說的 再見 我知道是誰 別說… 然後我只會跟他說 我不知道你跟演員聽錯 他跟我說 他不會跟著說 真的會遇到很多這種狀況 那我的反應是怎樣 他說不是吧 然後…我記得是拍攝完… 第一次拍攝 拍攝完後,導演就轉眼看著我 他剛才說甚麼 我說他不會跟著說 他真的不跟著說 然後他就開始沖上去 因為我跟他也有一些… 你看過我的電影 我很多時候都覺得沒有劇本 有些對白 但其實我們是寄靈播寫了 你們也知道 捉得很緊 對… 我也曾經被一些資深演員 例如吳君如 沒有名字 我可以開名,我不夠打開名 他們會說 甚麼?寄靈播也會捉我嗎 我說最好有些可以跟著 有些可以不跟著 對… 還有他收封 說演員對這場有甚麼不滿意 深入心情如何 那個女演員好像對另一位女演員 套衣服有些意見 對 他就會收封給我 大家合作一直都是這樣 直到我想做導演 我想拍這部電影 然後我問過導演很多次 我說我想拍這部電影 當時你也說你試試拍 他說我做導演時也是這樣 想拍就拍,不會死的 對 最初你的項目向我推銷時 你稱為煞精24小時 36小時 36小時? 對 你有聽過這個人嗎 沒有… 我猶豫 煞精…36小時 即是你… 不是… 甚麼是你 我們 是我們 即是攪拌了套子 幫你 對,我們 幫他攪拌了套子 就是穩囤火龍,所以最後… 對,就是要幫你 對… 最早原本的想法是這個 就行了 對,一聽就起劇吧 對 要搞吧 因為阿賢給我優勝的地方 就是他認識的女生多 你說別說別說別 你女友是不看爆谷的,對吧 你說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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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就認識了她的電視 他認識的女生比我多 再說一次 刺不住,刺不住 他聆聽得很厲害 所以有很多女生心聲 所以我覺得這種題材是沒問題的 因為很多都聽回來的 很多都… 當然 即使你沒有… 不是親身的 沒有… 沒有很害我老婆的 沒有… 沒有… 即使你那些甚麼 灰熊、澳門的那些 真的聽回來的 我不是… 沒有… 知道灰熊的原型是甚麼嗎 我們知道… 明白… 你知道嗎 都是演員的演員 對 很多人的… 加樂在電影中 阿佳有甚麼角色的人 即是有甚麼性格的人 我也問過導演這個問題 他用了一個很簡單的詞 我怎麼回答你 就是一個… 簡單嗎 他用垃圾來形容 他用垃圾去形容阿佳 就是… 難怪你演 演,做得不錯 我愛他像他 對… 真的演得好,坦白說 他有甚麼事,叔叔那些人 不是他 他經常說不是他 真的不是我 皮髮很像 對 有甚麼主意嗎 對 隨便吧,很像 對 適合靈人 你們繼續欺凌吧… 家琪呢?家琪是甚麼角色 家琪的角色 你自己說吧 家琪…你說 其實我的角色… 因為我們三人,你當我們是三兄弟 永遠都是我做下巴 給兩個人欺負 但我有時會借著阿匡 欺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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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現實也相似 對,也有少許 但也有個有趣之處 其實我們倆都會合作 有空又欺負阿匡 我覺得這就是那個兄弟默契 朋友 所以我猜我在裡面 可能算是潤滑劑 我猜吧 很重要,潤滑劑 你覺得這三個男人的性格 涵蓋了天下間所有男人的性格嗎 我覺得如果劃分,差不多了 我覺得基本上都飽難了 你偏向哪一個 我當然是… 當然是阿佳陸… 阿佳… 阿佳… 阿佳是否比較港男 比較港男 我普遍都… 灰熊也比較港男 灰熊也比較港男 可宜呢?可宜是哪一隻 可宜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我覺得真的… 演不到 真的嗎 咳嗽才可以打她 她是一個… 反而可以是一個… 很顧及所有人感受的女生 所以有事都說不要緊 顧及大局,對吧 我覺得可以很清楚自己想甚麼 很清楚自己想要甚麼 但同時要希望所有人都很開心 識事令人 你覺得她是港女嗎 港女沒有貶義 沒有貶義? 港女是來自香港的意思 對 第二件事,我覺得港女是真 真? 真 有句話,你想女生假情假意對你好 還是真心真意對你? 你真壞 你說甚麼 對,不,壞也不是一個… 我先寫下 壞也不是一個貶義 有很多你覺得是壞 但其實她真心真意對你好 起碼她不騙你 好聽說話永遠是不好聽的 對,她永遠都是這樣 總之這就是香港女生的特質 她可以跟你共患難、共苦貴 但她不太假 我覺得有一種是港女比較被迫成熟 因為港人是很天真的 即是她這樣 即是磁熟 是… 女生唯有成熟一點 她要去思考 即是想買樓 要擔當一點 對,我覺得可兒和阿佳的人 真的 而且要夠義氣一點 例如你們覺得阿佳在戲裡 性格有甚麼人是可取的 我覺得阿佳其實全部都很可取 首先,她真的很疼愛她女朋友 這件事也很好 她女朋友… 可能她想結婚 有時不想就不想 不想分手 是這樣嗎… 真的是這樣嗎 她會真的想 為了她說的話去思考 去掙扎,然後再跟她走那段路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大的優點… 我覺得很大的優點 真心嗎 即是被迫而已 不是被迫,就是不是被迫 為何和我怕或和我死了爭狗 她會真的思考,她會去思考 好 她不是真的離開了 你這麼客氣 我覺得這就是大男人主義 我想,你已經不覺得我很好… 我肯施了 你們不要再是Hailey 這就是阿佳和陳家樂 阿佳是否覺得阿佳是否好 覺得阿佳的優點是否可以舉手 不是陳家樂,而是阿佳 阿佳 阿佳是否… 沒有,一個人也沒有 我覺得可宜有很多優點 是… 挺抵抗的 挺為男朋友或丈夫 男觀眾們有否覺得可宜很好 你們舉手 你們有嗎?完全沒有反應 有… Andy,你覺得可宜有甚麼優點 我給她一點點 也很遷就男朋友 很遷就男朋友 而且很漂亮 這是她本身的演員天生 也是遷就著她 對… 其實我一開始看 《成分1》的劇本時 已經有交代了 就是他們幾周年的紀念約 是一群一起聚會 我想而知這個女生… 她也不錯 她想得多好 沒有,她願意接受 這個演足以很快就能建造可宜的性格 是… 但我個人來說,我也喜歡這樣 是 你真的很意思 我喜歡… 你結婚了嗎 我知道 我覺得比較開心 那你結婚周年記得叫我們 我會 你記得周年 你當然沒問題,太太行嗎 她不留人家… 她不留人家… 她喜歡 她開心就可以了 不,我們生日的慶祝都是一群人 都是你所想的 為何她也沒有… 這個也不要這樣 她不是她安排我的 她安排我的朋友一起出席 所以她也喜歡 她知道你喜歡而已 那就是了 人家… 買個小的蛋糕就還給人家 對 大哥,你越來越小 我喜歡這樣 另外,這次第二集出現了一位 很戲劇的演員 金燕玲小姐 是 是阿佳的媽媽 即是你外母 你婆婆… 你婆婆… 為何找到金燕玲 為何可以找到金燕玲 因為我小時候做過一部電視劇 就是金姐姐 因為這次阿佳的媽媽人物的原型 就是我有一位婆婆 說話永遠沒有一句好話 無端端說 不如今頓飯我請你喝茶 然後她又說 為何要請我喝茶 你多賺錢嗎 然後她說 不是…我也有工作 那你一年有100萬嗎 那便沒有 到你100萬才請我喝茶 即是每句都刺你 每句都刺你… 她也刺你,我覺得想找一個這樣的人 剛好那一刻,經常看電視 經常深夜重播金姐姐的電視劇 然後我說 為何這個人聽聲音這麼難受 然後我說不如找他做吧 然後我膽粗粗地打給他 因為我寫了一封信給他,很長 寫了兩頁紙 寫完也覺得自己有點矯情和虛偽 但怎料給他看後,他第二天就打給我 誰知他一打給我 他跟電視劇中的對白很相似 他一打給我便說 你為何想找我 然後我說 沒有,因為我… 為何這麼說 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你演戲 然後他下一句就說 哪一套 幸好有看過,說了幾套 然後他說 我看完了,你想怎樣談 我說不如約出來談吧 疫情,我不出現,我害怕 我說那你想怎樣 他說再告訴你 他一等就等了幾天 然後終於約到他出去了 然後他就說 他問你現在的劇本… 你是否躲在我床底 他說為何跟我說的東西那麼相似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原來金姐姐 他說他真人也是比較直的 是 他說尤其是我現在年紀大了 我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你不要介意 我說我不介意,你說吧 他說你不覺得我當他媽媽比較老嗎 我說不是,我想找… 我想找一些演戲很厲害的人 去參與我的電影 這件事他算是很介意的 是嗎?是敏癲的 因為他是零星 然後金姐姐說我做吧 但我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我剛好病 他說現場可以沒有那麼多人 我說好…我儘量很少人 但沒有理會他 一來就有40多人坐在這裡 算少了… 對,演戲本身也不太好 然後他就開始帶她們去見 金姐姐很厲害 一來就說你們去見一下 順便我們輕輕圍讀一下 我不會圍讀的 然後他說 你們這些導演做甚麼 我不會圍讀的 然後他們就開始很害怕 但Michelle很好 Michelle是哄老人家,就是有手 她很快,金姐姐真的當成了她媳婦 但對兒子是一般的 亦是電影裡的 對 那樣東西 對… Michelle,在你過往的生命中 真實的生命中 可以問問嗎 有否遇過類似的可能性的奶奶 其實我拍攝這麼多次拖 大部分… 我想說99%的伯父父都很喜歡我 我們那1%吧 那1%呢… 那1% 那1%真的… 我覺得她應該是… 如果我也搞不定她 是 可能很難搞 她是一個特質 是 我這樣害怕… 她看回了嗎 她不知道 不,我不介意她看回了 你不介意她看回了 我不介意她看回了 因為… 直接開名字 對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因為她是上海人 我也是上海人 很海派 對,她覺得… 我兒子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能夠任由她… 有需要她把鞋子拆開嗎 沒有,但是… 總之這個兒子就最好了 對,她覺得你高攀她 她覺得你坐進門口已經高攀她 你便宜了你 便宜了我 這樣便溝通不了 而且她的氣很厲害 例如她會在兒子面前 問你吃東西嗎 她的兒子一轉著臉 你還給我 你明白嗎 類似吧 她真的咬回了 大概… 臉口是這樣的 很厲害 我覺得真的太辛苦 你很像一個集對象 對… 我也想說 這些是氣 她的氣很厲害 但她不介意讓你看到 她不介意 她不介意讓我看得到 今天沒有心意討好她 對,但她很介意讓兒子 對,例如在兒子面前 她會馬上說,很辛苦 最好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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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這段因緣 因為這樣… 真的因為這樣,受不了 對,我覺得… 沒有將來 因為兒子很黏著媽媽 對,而且我很介意 因為我爸爸跟了我說一句話 令我覺得我真的要想清楚 我爸爸很少說這些話 我爸爸是那些大男人 任由我拍拖就拍拖 我爸爸很認真地跟我說 妹妹,如果你真的要結婚 我想你想清楚 她說因為我覺得你嫁給她 你會受委屈,因為她媽媽這樣 我爸爸媽媽也看到她的臉 所以我覺得太辛苦了 你們倆呢 現在你們是人夫,對吧 有吃菇嫂丸嗎 為甚麼 兩個人弄成棍 先弄成… 菇嫂丸即是夾在老婆和媽媽中間的 原來有這樣的稱號 菇嫂丸 這個字是幾年前 你不知道 總之就是這隻丸 這隻丸很難吃 我沒有 你沒事 他們相處得很好 真的?那就很大福氣了 我反而是… 他們兩個連成一隊去攻擊我 你真的有問題 對著你真的很難連成一隊 對 我媽媽會永遠都覺得… 我媽媽反過來 永遠都會覺得這個真是壞 是壞小孩 說我經常欺負私人 她只是說真話 但這個真是真的 她了解你 你不明白 我們旁邊都會這樣說 對 我也覺得是 別這樣,在做節目的故事 好了… 還要是小伴 對,她只是做 她覺得我難得有人… 肯要你 肯要我 有人照顧你 有人照顧我 然後叫我多疼她 不要欺負她 甚麼都遷咒她 我們經常都說 對… 每天都說,好像真的 你也很適合… 我現在也是,我很感恩 我覺得唯一有一些所謂的難做 就是自從有了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是… 若未有小朋友 你們未去過那個位置 可能有了小朋友 你會再有新的體會 因為當太太會有她自己的想法 想去教小朋友 然後我媽媽又會有一些想法 去教小朋友 對,最好是老教小朋友 也不同的 對 這些位置就是最大不對的位置 原來大家想的東西不同 所以她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沒有任何東西 相似得很好 這個我也感恩 而且這個戲裡有一件事 我覺得要學習的是甚麼 就是要盲撐 對… 要盲撐 當你有另一半的時候 這是真的 無論是女友或是老婆 你都要盲撐 這是真的 無論發生甚麼事 尤其是外人在這裡 先撐住身邊的人 對嗎 對 是否很重要 很好,整個戲寫得最好 不是,我隔壁的這場戲時 我隔壁的那位姐姐 她哭得很淒涼 因為你出來撐住她 對… 我才覺得原來真的很需要撐住 你會盲撐她嗎 我當然會 譬如她有用… 不是,我只是… 這個大頭會再說一次,真的嗎 大家一起笑 對 我很討厭 你哪裡有大頭… 對… 可以的… 我當然會 這次差了一點 不是… 這個假了,我剛才的那個不是 我剛才也比較賤 對… 那些拿來的 硬要在大頭上再說一次 但問題是 我剛才那位那麼真誠,她也會笑 即使你在街上有些事 聊天突然… 如果知道即使她不穿 你也會撐住,會嗎 即使她拗數 我硬要說,原來她計算錯了 不是…我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她不是曼聯 你支持她嗎 不會,這個我可以幫她答 她一定要是 我上幾個星期… 否則她不會在一起 上幾個星期約她看球 因為我經常罵她 喜歡曼聯是不對的 經常罵她 她怕我罵她 她決定叫嫂子穿 嫂子穿了一件曼聯波衣 我說你怎麼了 還要穿曼聯帽… 然後嫂子說,我不知道,她叫我穿 我說你那人是這樣的 你是不是人 那就是… 你這個人是垃圾 對,是女生 她盲撐我的 她真的盲撐你 她真的很疼她和很愛她 你有盲撐的老婆嗎 有 也是的,是嗎 我覺得導演的厲害 我當時看劇本 我也有很多位置 是我很有共鳴 只是我真的不懂得說出來 但我現在看完後就知道 因為我覺得有件事就是 這是我自己領悟的 永遠陪你… 這是媽媽跟我說的 其實媽媽有時跟我聊天都會說 我知道你當然想疼自己媽媽 因為那是你媽媽 但當然你也要想的就是 陪你走到最後的 其實是你另一半 所以你一定是要… 最後一定要站在她那邊 所以這個觀點令我無時無刻 我都會支持我太太 就是這件事 對 無論甚麼,尤其有愛人的時候 對 一定是支持自己太太 一定要支持她 沒錯 而且回家後死狗 外面你出門的章要養 沒問題 是的… 但回家後就要死狗 也是的 這件事在電影裡 亦是很充分的 可以表達得到的 對… 說說你了 你是否一直有賄賂導演 刪卡,你就全都被罵了 沒有… 這麼多位女神 是… 這次你就罵我的女兒 在電影裡,我有份客串 我不知道他找了我 當楊詩詠的爸爸 我是要問你 是吧 你這樣來收我的檔 我也有功夫 楊詩詠 如果我到路懶看到我 我會走到黑路 是… 你無緣無故叫我當我的女兒 爸爸 最初找你時純粹是… 請估我吧 不,純粹是因為演技 而且當時他太年輕了 我想找一些年輕的爸爸去做 所以… 公道哥 我看你一直在想,一直在繞 那心裡想,繼續說吧 因為彼仔、士巴拿也做… 對,但不是你做第一套 算吧,你叫甚麼就做甚麼 然後還要告訴我女婿是她 會生氣 生氣 真的生氣,當然不用煙 為何你會覺得他可以追蹤楊詩詠 還搞大楊詩詠的套 有時候有些人就是這樣 你看看,這些是真正正的英俊 對… 看得到 為何這麼垃圾,怎會猜到 但有些東西看上去 他可能不是完全靠樣子賺錢 不是,陳世間真的是這樣嗎 對,那就是他全部垃圾 他… 他坐影最高 你明明說的,旁邊的畫這麼棒 就是想要這個對比 對 所以我要澄清一下 我真的沒有任何賄賂導演 沒有 但事實上,她太太也很美 對 你很會說話 你為何要跟上嫂子 我給我幫你… 你為何要跟上嫂子 我幫你幫你… 你為何要跟上嫂子 你現在會知道嫂子是甚麼 你跟上嫂子嗎 我看過… 你跟上… 我看過,但我不會當著別人的老公 你老婆挺漂亮的 很漂亮的 我想說那次她穿的衣服很漂亮 對 你如果是我們… 嫂子挺漂亮的 我沒有說她的衣服 對… 你們的關係 也有在戲裡的幾位置對白 她是這樣的 對,好像有出現過 她說是阿譚 對… 你做了這場戲 跟著我老婆 對… 她在戲裡飾演我的女婿 女婿 我看見她是挺可憐的 對 你是不是有事要問我 當然要,我也有功課 再問曲道 你是怎樣準備這個… 女兒被我攪拌肚子的外婦角色 我是完全懷著一種被人整股的心情 去埋現場的 即是… 甚麼?做爸爸嗎 我還打算做精裝追女生 已經做人家,甚麼? 做楊詩詠的爸爸 我只打算做年輕人的爸爸 我只打算做年輕人的爸爸 這樣就被我的好朋友 新導演收了我當老婆 所以你覺得這個角色 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因為真的沒試過演一個… 有一個這麼大的小朋友的… 這麼大的小朋友,大哥 對,是成年人的爸爸 他也這麼大 他們都說 老老婆,我會追求他 他這麼大 但其實… 他很大一個 怪力之餘蕭榮 當然了,我明白的… 他很大一個 我怎麼看得很大一個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 就是因為他很大 你覺得最大的挑戰 很大一個 對,我怎麼做他爸爸 其實我很奇怪 我還用了一部電影,抱著他 對,好… 你覺得這個角色 跟你本人有相似的地方嗎 一點也沒有 是 電影中,我有磁場 又有愛心,有疼女兒 真人愛,一點也不是 但不,你給我的感覺 你很磁場、很好 這是假的 可以了,但我沒有… 下一代我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想法 沒有這個想法 我有外生、疾病、疾病 我很疼愛他們 但你真的有一個自己 我也不知道怎樣對他們 你亦沒有想過要拿兩萬元嗎 先拿兩天吧 年紀更小 好… 不急… 大家覺得威斯瓦… 你先問你吧,畢宜 你覺得在座哪位能嫁過 如果讓你選擇 你只剩下… 即是四位嗎 對…我也是四位 即是… 我認識了 因為我不認識其他組織 對… 那些不好 嘉琪… 嘉琪,能嫁過 你這麼沒眼光,你怎麼搞的 為甚麼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會聊天 即是我們不拍攝時… 女人這麼不看樣子 我真的不看樣子 對 但她是一個好男人 她真的很好 她擺明就是演員 你現在負責這麼重 你別逗錯了 對,一定… 每個人都說你好 是嗎?不止我 但她百度不侵 我們在現場經常都想試驗她 那裡有甚麼… 總之每次有鏡頭對著她 她都會說我愛我老婆 真的,你也真的 很平坦 真的 真的 今次我都是很愛我老婆 真的,你又要看我老婆 好了,我們評論回來了 威斯瓦草能儲得過嗎 儲得過 大家聊一下 儲得過… 一定儲得過 我一般 你一般 為甚麼 為甚麼你儲得過 對 因為我事後了解了她很多 我覺得她這個女生… 首先,我覺得很欣賞人的事 就是她會很顧得全眠 而且她喜歡小朋友 又顧家,又孝順 最重要的是因為她很美女 我覺得… 沒有一件事令你… 沒有東西要求婚 對,沒有東西要求婚 家樂呢?你覺得她好在哪裡 她… 你想想嗎 她好… 不是,我想哪些能說出來 可以說出來 她很照顧人 你也知道那些不說出來 很照顧人 她已經有一個男徒 是怎樣幫助身邊的人 對,這件事很好 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為甚麼你又覺得很麻煩 不,你跟她做朋友 這些是先做朋友 她才會散發出來的認識 你真的跟她做男女朋友的時候 她就很煩 她是…她是男鼎的 是嗎 她是男鼎的 你說得好像我們… 真的有,沒有拍過… 對,這些是拍過才會有你的反應 她人真的有好 可能是秘密檔案 對 她人真的很好 她真是一個很… 又是一個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即是菩薩一樣 對… 但我覺得如果適合時間 她真的不錯 是 當我想結束時 她說她很懂得打算 對 由我最初認識她 就說要買樓開始 她不停買樓 對 像賣股票那些 經常有甚麼事就叫她買 輸光而已 對 你先回答尋 她是我認識當中 其中一個最居安私藝的藝人 是… 你有多少個牌子 你是否可以開的士 我沒有的士 你有甚麼牌子 你是救生員 是船牌 她說她有做救生員 她救生員很穩定 我當時小時候 我計算過最高的兼職時薪 就是救生員 她會所就救生員 對… 還有呢 你考慮了很多牌子 我考慮了船牌 船牌 車牌 潛水牌 鑽石鑑證師 對,總之帶了很多… 帶了很多東西在身上 然後不斷… 但因為我真的怕沒有公開 我怕你不知道甚麼時候 每天這個世界都會淘汰你 起碼我還有一件事可以回家 這些就是要懂得想、打算 最近是否學到紫微那種 對,當然是紫微斗數 你寧願老公以後 他很會打算,就是他打算 還是找到一個人 我可以幫他打算 他一定會打算 我不行那些要我幫他思考 你不用特地幫他思考 你可以嘗試放在這邊 順手而已… 在拍兩集的成婚期間 兩位又先後失手 好聽,說得好聽… 你在第一集前結婚,是嗎 我在第一集拍一下 在中途中 我已經宣布… 拍一下結婚 對… 你們拍完第一集 還未拍第二集結婚 他在第二集… 我在第二集的時候求婚 對… 拍完第二集 他在第一集中途公布說 我會結婚 對… 這部電影有否對你們的決定 有否阻礙你們的決定 真的沒有 當時… 雖然這部電影是在說愛情 對,說結婚、說愛情 我真的沒有 反而當我知道他結婚 我以為這部電影好像有點邪惡 誰想結婚的來拍我 對,會否第三集… 要麼下一集,第三集就是你 對… 要麼只要… 要麼只要他,他不行 對… 要麼只要他,他不行 要麼只要他,就是兒子 對… 你呢?那套對你有影響嗎 對你來說,我跟可兒 這樣,我跟詩雅應該也不錯 我看你怎樣說 沒有影響 這個決定是一早決定的 是 而且我籌備了一段時間 真是觀看 對…我對你怎樣說 我對你來說 好像… 但我猜不到自己在… 我先說吧,對吧 所以你先說吧 有一個小小的秘密 你自己說,我們來解釋吧 他現在知道了,所以我可以說 你可以說吧 在我求婚的那一刻 我說了一段說話 那段說話,我不小心說 因為我沒有準備,甚麼都不準備 說了對白嗎 我說了… 他說完了 我說了和你那場戲的對白 我們沒有圍著一起開會 然後人們說… 你好像你說的 傻子 傻子,你結婚了嗎 我就說了一段… 但你看了這個劇本嗎 我看了劇本 你進了腦裡 對 然後我跟他求婚的時候 我不小心 應該是不小心 說完… 沒有上意 不會不小心 對,不會不小心 你是演員,坦白說 不過有件事是這樣的 他這個人一緊張就放鬆 一放鬆,他就忘記了所有事情 你看他結婚的時候 說了一堆說話 零讀而已,他也可以讀錯 我有讀錯嗎?我沒有… 有… 錯了一句 對不起 哪有錯 我們知道… 他就… 哭了 因為那個內容有點相同 因為我一直都說 我和阿佳有一種同步成長的感覺 因為我和… 你又說了 好像又說了甚麼 那邊挺會心的 因為我和… 挺好,代表他們已經有阿佳在 對 阿佳和可宜是一對他們的朋友 是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 對 因為我和CIA的相處 其實最主要是在疫情的相處 那個困獸鬥的事 我只是說了困獸鬥這段對白 我和你所說的那段 就是我們困獸鬥… 我和可宜說的那段對白就是 我們困獸鬥 這幾年都沒有砍死對方 我想證明我們真的有效 我把這段不小心說出來 對,就是這段 因為我和他真的相處的那段時間 就是這段時間 所以就很不小心 所以外在疫情,很慢現時 對 也很聰明的 真的… 想不到 不,你就立即用到 學而自用 不,但他沒有想過用 他說完後,他自己也不知道 對 但我在現場… 你知道的,你也在… 我聽,我已經很感動 我哭得瘋了 就是求婚的,你在這裡嗎 我在,因為我有份幫忙設置 我們躲起來 他一直說,我又在這裡哭 然後我越聽越圓,很感動 所以硬是聽過的 這段… 有一刻欠照片摺對方嗎 即是幫忙摺,可以對方 我願意 對 那就好笑了 謝謝你,我們排完氣了 也算垃圾 對… 把一段適合用的對方來解釋 我完全不知道 掌聲是真心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合了很多個月後 他進去了 我去看視頻時忽略… 糟了 他還要去看視頻才知道 我去看視頻才記得 所以我明白那件事 他是垃圾,但他是真心 對,真心 所以他會不知道自己說了 因為其實你是用自己真心說的 對… 沒有思量 對,但你沒有想到 就覺得這是我想要的意思 是讚的 真心垃圾 對,是讚你的 這個好 是一個讚讚你 對 我們在電影中提到這個問題 同居同結婚 為甚麼…是否一定要結婚 你覺得婚姻是否必須 再做…這兩位已經結婚了 只剩下兩位 導演覺得婚姻是否必須 我覺得婚姻不是必須 你覺得不是必須 投票,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我覺得不是必須 是嗎 我也不是必須 其實我也覺得不是必須 我覺得不是必須 但你選擇了是吧 對…我也覺得不是必須 有朋友不結婚 我不會說 你為何不結婚 你不可以不結婚,我不會 有個大數據,大數據 在台灣網上公布了一個結婚 為何人會結婚,動機 我們看這個吧 看這個… 有六個動機會結婚 為甚麼?我們看到有甚麼理由 我猜不知姓姓,我猜也有 對,一定有,鳳姐成婚 大家想想,誰覺得是最高的動機 印為愛 你笑成這樣也有 是歌名的 有甚麼動機最大令你結婚 台灣的… 我覺得最少的是分擔經濟壓力 我覺得最大… 我覺得最多,先握手 你兩位覺得分擔經濟壓力 你自己也覺得是嗎 我覺得是 我也覺得是 為何結婚後會分擔得到 因為當兩個人租房間 跟你一個人租房間 對,我都可以一起合適租 而且兩個人一起養父母 以及一個人一起養父母 甚麼免睡額,甚麼… 但這個分擔經濟 通常都是你份量,就是… 你份量就是我的 我份量就是我的 對,我份量 我可以覺得奉子成婚是最多的 最多我覺得是奉子成婚 對,不用這麼看 這個應該是正常的 哪裡都是 你是分擔經濟壓力 對,分擔經濟壓力 分擔經濟壓力 好,我們開門,好嗎 好,我們來看看答案是甚麼 因為愛 好,排名第一位是奉子成婚 五萬多個,他是拋離的 對 最無謂的,第六位是男大當婚 女大當婚 這就是爸爸媽媽的說法 這就是那些說甚麼 你已經30歲了,你很快結婚 即是逼迫她 過年那些,還未結婚嗎 對,家人那些 還不好意思 收禮子 你已經40歲了,還要拿禮子 我真的有點不舒服,到這裡 那你不要派給她 不要派給她,又是新年了 那你們結婚,你們兩位結婚 你結婚的是甚麼 除了因為愛之外 沒有,我真的因為愛 好,浪漫 想跟對方個人勢 對,這也是二、四 這是真的 二和四,是嗎 有法律身分保障,她有想過的 是 她有想過的,因為她… 有甚麼可以幫你簽名 對 有甚麼事,她要幫我簽名 大家來試,有甚麼要幫我簽名 這個是我聽過一些朋友 就是他們上了年紀 但最後選擇了簽紙結婚 也是因為這件事 對… 因為他們也說政府就是這樣 當你和你另一半… 我明知道你是另一半 到最後還是要合法人 對… 結婚擺酒是否必須的 因為戲裡其中有很大的篇幅 都是說我關於擺酒 而我們香港的傳統也是… 對 就是要擺酒 究竟是擺大她還是簡簡單單 簡簡單單,一家人吃一頓飯就好了 你呢 我經歷過,我覺得是必須的 就是擺大她 原因是甚麼 這也是自己分享的 因為當我經歷完後 我覺得結婚原來不是兩個人的事 是兩個家庭的事 因為有人跟我說過 就是你可能會很想… 我們兩個人這麼大,自己完成便算了 可以吧,跟爸爸媽媽說便可以 然後有人跟我說 那你幻想一下 如果將來你女兒長大,她結婚 然後一句跟你說 可以吧,爸爸,可以吧 自己完成便可以,不用了 但你想想 你可能有很多伯母 看著你女兒長大 她也很想看到你女兒出嫁的那一天 很想來祝賀她 突然她一句說,不做 你就要說,女兒結婚了 她會覺得很可憐 所以我就明白 那件事就是作為那對新人 你當作是送給長老的一份禮物 結婚擺酒不是為自己 是送一份禮物給四大長老 來吧… 真的嗎 真的要嫁了,你想怎樣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難答 每天都在想 每天,為甚麼 我最初覺得可以放 但我見過Lago 因為我有幫忙 我覺得很辛苦 我看到他們也很辛苦 我就有點想哄 但我覺得是否真的必須 Lago,你的婚禮很悠嗎 很悠… 我之後病了很久 但辛苦了一天半天 但我為何要處理… 不是一天半天,是前期的 我本來打算很簡單 打算吃雞加日吃,吃雞加日吃 但因為我媽媽… 我很想我媽媽很開心 對,我真的很想我媽媽很開心 為獎勞 真的為獎勞 真的為獎勞 也值得的,媽媽真的很開心 我看見她… 我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她對… 很開心 甚麼都回來了 已經值得了 我們給現場觀眾機會問一些問題 雲雲 是,想問問家樂 有否後悔 一來就這麼尖銳 結婚前和結婚後 跟太太的相處模式 會否因為生活上有少許磨擦 而有改變 我跟她一向都沒有甚麼磨擦 說真的,真的 可能她遷就你了 阿雪,是嗎?我不知道 那麼遷就人嗎?阿雪 她很遷就 她很遷就… 她們一起… 她們選手已經是… 說真的,是聖人 聖人,真的是聖人 沒有甚麼磨擦 但我們有一些協定 譬如我們為了不要令日後有磨擦 我們會早點有些協定 譬如家庭生活上的細節 誰負責甚麼… 即是決定了嗎 對,我們早點去決定 你負責過甚麼 我是洗衣布的 好像很威風 因為我是洗衣布 對,你看看她永遠都不幫忙 對,穿衣服上去 因為你那次說的是廚房部 很大壓力 廚房部是她的 我不觸碰廚房的東西 我只觸碰廁所的東西 你只會把一部洗衣機 好,遺跡 我想問家琪 假設遲些阿樽樽長大過兒子 娶了一個壞媳婦 每天都激心激肺 然後你會怎樣跟阿樽樽說 你很不喜歡這個媳婦 即是已經是媳婦了 對… 突然回家 一打開門,壞媳婦 結束了… 昨天簽個字 結束了 真愛,她跟你說 我想我唯一最執著的就是 她對我的兒子很不好 我覺得她對我和太太不好 我仍然能接受到 我少見一點吧 對,以後別見了 或者兒子,你自己一個回來就好了 即是真的,你自己一個回來就好了 如果媳婦真的這麼不好 因為她又結了,她很愛 我真的沒辦法 但如果她對我的兒子很差 我想我真的要和兒子聊一聊 因為我覺得這是她整個人生… 對她整個人生的一個決定 如果她說,爸爸,我真的很愛她 她很棒 總有這種時候 那你跟她說,她不能夠好幾年 有經歷的 阿拉哥,這些… 謝謝… 多… 帶了… 這句真的要帶著 對,筆薪受用 真的有用 我也覺得是 這句話很厲害 直接跟兒子說 我們馬上是幾個兒子 對… 還可以 你就玩吧 對 不過你自己小心 因為她不能夠好幾年 對,這句很厲害 有這句代著,不怕 沒錯 是,有鼻無患 不用,謝謝 謝謝 好,我問回一些問題 筆日成婚 你是拍給男觀眾或女觀眾看的 我記得一開始時 你第一句也是問我這個問題 對,到現在我也是問你這個問題 我記得當時是… 我回答給男女觀眾看的 是… 然後她也是… 對 受不了 我看了第二集 我在戲院看,拍了觀眾 第一集我看了兩次 我覺得可以的答案是 你拍給女觀眾看的 但男觀眾不介意看的 有些戲是女生看 但男生不想看的 有些是男生看 女生不想看的 而我覺得女生很想看 男生不介意跟女朋友一起看 因為我看見沿途的男生笑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有三個PK 不停有輕輕鬆鬆的感覺 但有一、兩場戲 那些女觀眾的那種感懷身受 那種拿紙巾出來哭 那種投入 我覺得他們很投入 我看完之後 目標指向應該是這樣 接下來我看見有機會有第三集 第三集真的要看他們 以及看這集 如果有第三集 你們想發生甚麼事 例如年輕人 是否要想想要是否移民 有否想到第三集會說甚麼 希望像《Before Sunrise》 可以拍攝三部的 第三集會說真的要去年紀更大 小朋友出現 遇到第三者 對,開始後可能會有第三者 對 或者有一些其他… 因為成長 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 難關 正如大家說 經過排除萬難 都能夠在一起時 下一步就是你們相處的問題 可能大家忘記了為何要喜歡對方 相愛很容易,相處很難 對 第三集很想說一句話 就是你用一個最完美的目光 去看你身邊最不完美的目光 你看這些多厲害 跟女生說真的聽到… 真是最完美的目光 看最不完美的目光 最不完美的目光 你不想了,不知道說甚麼 簡單來說,就是欣賞她的缺點 對嗎 對 欣賞她的缺點 我正在欣賞你 行了,明白了 那就好,希望你這集的成績很好 亦希望有第三集的來臨,好嗎 有,我們加油 好… 加油 謝謝家綺,謝謝家樂 謝謝,謝謝谷道 謝謝… 謝謝導演 謝謝,按一下蓮仔 謝謝現場觀眾 謝謝… 謝謝… 謝謝公主